师傅怎么拉这个 这个扁平球 球显示故障代码吗 看一下 哪一个爆了 啊爆了个过载 扁平器已经爆故障代码了 是扁平过载 师傅说电机带不了负载 一运行就爆OR2 是扁平器过载的意思 看一下那个电机 在上边 这是个导轮 里面是电机 用手转门问题也很溜达 找一下电机 看一下电机在哪 在里面是个小电机 师傅说缠上线以后 一拉线一用力 他就爆过载代码 感觉电机没有劲 要不就通上电 让他转起来看看什么情况 好 它的运行频率114赫兹 咱们平时见的普通电机都是50赫兹 这个电机还不一样 去看一下这个电机 再运转 听电机的声音感觉好大呀 不太对头 我也说不出哪的原因 关掉变频器 电机 电机慢慢的停下来 这么看电机转的挺溜达 看外边这个轮 是不是感觉有点不通心呀 还是说我的眼神有问题 是不是电机 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导致的变频器爆故障代码呢 说电机 说电机没有劲 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电机没有劲 拉不动负车 用手活动这个轮 感觉有点打光 你听 我猜得要电机外照看一下 电机 电机 看着像一个普通的电机 刚才是这个轮打光 还是轴打光呢 是轴 电机轴打光 再送上电听听声音 声音不对 电机的原因 既然怀疑电机不好 那就拆下这个电机 因为他们要着急生产 所以说赶紧拿出去修一修 拿出这导轮 还四线呢 有个地线 你看到吗 他这个线上后边出来 你见过没有 烧糖了吗 烧了吧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光的很厉害 已经打光了吗 嗯 光的很厉害 烧糖了吗 看不出来了 反正是过得很厉害 应该电轮偏大了 应该电轮偏大了 看这一块应该 这声音 爆过窄了 听见多牛 我就说声音爆过窄了 嗯 电机应该问题不大 线圈没问题 线圈不用动 嗯 他这一块也逛 他这一块也逛 这一块也逛 这个这个这个轴承 嗯 就逛了 这个轴承光是在预料之中的 这个要换 而且得换好的 轴承完了 另外他的转子是磁铁的 带磁片 什么电机才带磁片呢 看着像三项普通的一部电动机 但是他不是 还是个泳磁电机 这种电机轴承不好 会影响变频器过窄吗 咱们常说的四伏电机 就是泳磁电机 是电机的原因造成过窄的吗 请大师聊一下 像这种变频器 能带一部电机 就是普通电机 也能带变频电机 也能带这种泳磁电机 泳磁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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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同步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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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磁片的 对 带磁片的 就这种磁片 他那个钻术要求挺高的 钻术 一个钻术 再一个就是粗粒大 泳磁电机的话 粗粒大啥意思 钻具高 就是说同样情况下 就和白手腕似的 就是更大的 就是一接上负载以后 就把O22和那个 和那个轴承打光光有关系吗 这样光的话 他对这个 这个磁力线的切割上 肯定是有影响 这个有两种可能 刚才没说了 一个是这个轴承 轴承问题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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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 磁电机 它这个相位出现偏差 有的 它本身造成了过载 相位 轻微的这个让 它会影响它的电流 对 肯定会影响 影响电流 嗯 影响电流 这样就说通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 试池 试池 怎么就试池了 你知道这个磁场强度 这个磁片的磁场强度 它是有规定的 啊 磁场强度 试池也就是 它可以造成这种故障的 然后第三种可能性就是 本身变明器 它的电流检测 嗯 电流检测 出现偏差 偏差也会造成这种故障 这三种可能性 我们以后就把这三种可能性 逐一排查 然后 最大的可能性还是电机 电机本身走成坏 到这了 大概90%的可能性 嗯 好了 电机修好了 不打光了 好了 装到设备上去试试 哦 忘了 五余放假了 那就开工以后再看看电机好不好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 前一个视频说了 这个电机转起来没有劲 没力量 它的变频器会爆变频过载代码 OL2 我发现是它这个轴嘎嘎嘎嘎打光 拆下电机以后发现 两个电机轴承 都打光 是轴承完了 修好以后 今天去安装 这电机一点也不成 感觉不到200斤 下面就固定电机 您猜这是多大的螺丝 用了13的扳手 现在在晃 没有声音 嗯 也不打光 就开始转了 都没有声音的 就是感觉很静 再听一下修之前的那个电机转动的声音 基本上这样应该是没问题了 这个电机和普通电机不一样 它是永磁同步电机 很多师傅对永磁同步电机不了解 看有没有个拆开的看一下 像这些四伏电机都是永磁同步电机 这个是好的不能拆 都是用三向电的电机 下面这个是普通的三向一步电动机 这两种电机结构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里还有一个永磁同步电机 这么大 输入的三向电 这里面带编码器 这是一个风机的接线 三向风机 好 把它给整出来 把它开枪了 给它出出来 它有个犀利 它有个犀利 嗯 这就是 叶瓦器 是个眼睛的后盖 嗯 鞋上边吧 嗯 这个是轴层也完了 轴层都坏成那样的 这个 哎呦 哎呦 轴层不好 会造成什么影响 高速运轴层坏了之后吧 这个 它磨擦力就会增大 增大的话 它就会发热 发热的话 也会造成这个电机的这个气息不均匀 气息不均匀了 这样轴层发热 整个电机就会很烫 然后 磁吧 它有一个特性 发热的话会退磁了 然后就会出现消磁现象 消磁了就会造成 电容大 再一个就是 轴层本身和这个 它这个 钻路不同心之后 然后它产生的电竹和这个 本身这个 泳磁铁的这个磁场 也就会不那么 就是 推力不在一个 正交上 然后它也会造成电竹很大 包括载来 都是很正常的 嗯 那消磁 如果消磁以后 它自己还能 还能回复吗 消磁的话 恢复不了 只能充磁 哦 这还能充磁 对 充磁的话它是有标准的 在这个电机 给我修那个电机 有什么 有什么区别吗 原理上 嗯 原理上是一样的 都是同步电机 它比你那个电机 就是多了 后边的一个编码器 嗯 用的是这个 海德汉的编码器 啊 多了个编码器 对 编码器的话 有这个编码器 它的控制精度就提高了 用似伏的话 可以实现那个 位置控制 转据控制 嗯 像那个同步电机的话 它不能实现这个 位置转据之类的 位置转据形象不了 内部是线圈 就是和普通的电机线圈 啊 和普通线圈是一样的 和普通电机线圈是一样的 对 它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般都是星星见法 然后 唯一的一点就是 它内部 是放在泳磁体转子 还是三向一部的那种转子 啊 转子不一样 对 在转子上 普通电机它没有磁片 和普通的电机不一样 普通的电机那个转子不带磁场 它带磁场 这个 它有一个磁场 它有一个磁场 它在产生一个磁场 对 它的磁场和它的磁场 这两个磁场 形成一种力量是吧 对 形成一种 就是磁力嘛 磁力的推力 推到它 往前旋转 它的磁场和它的磁场 然后 应该是一个相互相反的一个力 这就是和普通电机不同之处 对 如果不通电 光转动它 也产生一个磁场 它本身有磁场 然后这个线圈 让它也会发电 对 对对 它切割它的磁感线 它一转的话 切割磁力线 对 它相对线圈是不动的 嗯 磁场动的话 切割磁力线 就会有一个电磁感应电 它有个反馈的一个 相当于发电机 发电机 啊 这个也可以当发电机 对 它转速 随着它转速 它的发电 发电的电压也会逐渐升高 当达到它的额令转速的时候 它的发电电压应该就是它的额令输入电压 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电机 嗯 也可以当发电机 对 啊 啰啰嗦说这么多 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普通三项一部电动机 和泳池同部电机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一个小的伺服电机 后面带有编码器 转指带磁片 好了 这期视频就了解这么多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